Hello 各位朋友 大家好 Easy Easy 又來到這個地方 大家很熟悉的 In Finch and Macarvern 為何今天又來翻兜 因為今天又有特價餐 我們都吃過其中一樣 不說那麼多 先進去拿東西 回家才慢慢跟你說 今天是訂什麼特價餐 特價到什麼程度 又是時候開股屋 今天我們在鴻門宴買了什麼 我們今天買了的是 全新超值片皮鴨餐 裡面包括了片皮鴨 兩食 但我就像之前一樣 就這樣剪了它 留下一個鴨架 還有留起兩隻鴨 還有它是跟那個是摩摩皮 並不是上次我說的 腰腰皮是摩摩皮才對 還有有青瓜 紅蘿蔔 蔥絲 還有是Cranberry 片皮鴨之外還有一個 薑蔥龍蝦蚊衣麵 價值是 $48.99 加稅 這個套餐只是限於星期一至四才有 今天再去鴻門宴買餐 是因為這個又是一個特價的套餐 之前都吃了很多次的片皮鴨 燒鴨 琵琶鴨等等 有網友直接留言問我 你是很喜歡吃片皮鴨 我看來的而且確有要重複 是 沒錯 我真的很喜歡吃片皮鴨 再重複一次是因為喜歡它淡淡肉 又香又好吃 由於今次我們又是去鴻門宴 又是買片鴨餐 所以我今次用一個全新的擺盤 希望為大家帶來有少少新鮮感 我們都希望給自己也有新鮮感 這個擺盤就是參照 在多倫多 某大餐館 很出名的吃片皮鴨那間 來擺盤 你們覺得漂亮不漂亮 留言告訴我 剛才我一路夾出來 已經聞到很香的燒鴨味 我想先試一下皮鴨 很漂亮 很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到 它有些僅餘的脆聲 都是脆的 但是呢 又帶少少韌 都是那一句 因為外賣 的關係 但是我相信如果在堂吃 應該效果會不錯 因為皮的確是脆 味道是好的 不需要點醬 都是很好味 味道是適中 然後 我們把毛毛皮加熱 讓它軟熟一點 剛才吃的那塊鴨皮 真的很脆 我印象中上次吃都好像沒那麼脆 味道呢 剛才也試了 就想吃鴨皮 味道適中 現在呢 我就要加上醬 加上那些 青瓜 蔥絲 下去 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鴨肉呢 大家其實都看到 這個 不說乾 還有呢 它燒 那個燒鴨呢 那個皮 都很漂亮 這次 很有光澤 但可能你們會覺得 它比較 油膩一點 但是 我覺得 吃下去很香口 還有 加上那個毛毛皮 真的很好吃 這個 薑蔥龍蝦衣麵 這個龍蝦尺 比我預期中是好的 它不是太細 麵呢 因為我們不會吃太多 所以我都不會 特意去轉另一個碟 那試一下龍蝦 找個波子格 你看看 大家看看它 它的尺寸也不錯 我覺得 反正我這雙是公塊的 不如找一下 它是多少顆波子 試給大家看看 有三件 剛才我夾了一件 有四件 那我也覺得是合理 好 試一下 咬下去是蛋牙 新鮮 充滿薑蔥味 鹹淡適中 好吃 夾不住 這麵呢 雖然我們不會說吃很多 這麵呢 它那個 軟熟程度 是剛剛好 不會很爛 一坨一坨 如果把醬汁拌進去 我想真的會很好吃 這個片皮鴨特價餐 我是相當喜歡 相當滿意 因為裏面有我喜歡吃的東西 是片皮鴨和龍蝦衣麵 希望各位網友不要介意 希望各位網友不要介意 我再次為大家講解 介紹 鴻門燕的特價餐 因為我覺得 如果價錢又好又好吃 我真的很想介紹給大家 希望你們不要介意 剛才提到 這個特價餐裏面 是片皮鴨和龍蝦衣麵 如果大家想加多 咕嚕肉 只需要加多10元就可以 這樣就釋除專便 但我自己就覺得 龍蝦衣麵和片皮鴨已經很豐富 很滿足 再去再 эт邊的 再熟悉說一次 我覺得今次這個片皮鴨 比上一次 我覺得它更加出色 因為起碼是鴨皮 我會吃到有少少的脆口 正如我所講 雖然也不是像薯片 那些脆薄薄 但我覺得比上次好吃 喜歡食片皮鴨和龍蝦衣麵的朋友 請你給個like我們 也可以去鴻門燕 幫助支持本地的食肆 喜歡這條短片的 請你subscribe和share給你的朋友知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